来看各报头条 马来报章每日新闻 英文报章 新海峡时报 还有多家中文报的 其中一个头条 都是华淡小上诉案的裁决 上诉庭三思一致裁决 华小和淡小 使用华文和淡米尔文 作为教学没记语 符合联邦宪法 并受到宪法的保障 上诉庭法官强调 学校既不是法定的权力机构 也不是公共权力机构 因此在国民兴学校 使用马来文以外的语文 作为教学没记语 不是为了官方用途 这符合宪法 中国报的另一个头条 则关注 捐助巴勒斯坦的异款 怀疑遭滥用 反贪会冻结非政府组织 巴勒斯坦和平公司等 相关公司的41个银行户头 涉及资金超过1500万令吉 初步调查发现 估计有7000万令吉 已经被用于公司 成立目的以外的用途 反贪会已经向多名重要的证人 录口供 每日新闻则聚焦首相讲词 安华预告 政府明年将以坚定态度 推动重大改革 以提高我国作为区域 重要国的地位 首相除了强调 人民不应该继续争论 种族宗教和意见分歧 也誓言继续招商影子 完善治理国家 培养年轻一代 那因为议员倒戈风波的国盟 土团党竟然就陷入多事之秋 土团党首领主席 南都斯里阿莫法伊莎 将矛头指向政敌 强调政敌试图拉拢收边 土团党党员以便弱化土团党 阿莫法伊莎 在为土团党妇女组和青年团 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说 政敌是看到土团党赢得 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 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 因此设法要分化土团党 阿莫法伊莎提到 国盟的敌人正在用尽全力 破坏和挫败土团党 和伊斯兰党的合作 而且还企图恐吓非马来选民 故意编造塔利班政权统治 等等论述 要这些选民远离国盟 他不按阐明国盟的立场 那就是国盟是不分种族或宗教 是以人民权益为优先的政府 那换个焦点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我国去年的离婚率是增加了四成 达到62,890宗 我们一起看看这项数据 那这里呢 我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说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 穆斯林的离婚案件 去年呢 是大幅增加了45.8% 录得46,000多宗 那穆斯林的离婚案件呢 增幅最高的周数 第一呢 就是吉达 接着呢 是沙巴和玻璃市 那另外呢 涉及非穆斯林的离婚案件呢 同样也有所增加的 从2021年的12,286宗 增加到去年的16,752宗 非穆斯林离婚案件呢 增幅最高的地区 第一呢 是布城 柔佛警戒在后 还有马六甲 那根据统计司 那都是以莫罕默 乌兹啊 离婚最高的年龄层 分别是35岁到39岁的男性 以及30岁到34岁的女性 去年的离婚率呢 暴增 在结婚率方面 则是稍微下滑了 0.5% 大约有21万4824人结婚 那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全国各地呢 从午后开始啊 依旧会是这个雨神笼罩的天气 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是在半岛呢 还是东马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气象云图 其实都是在笼罩 在这个图层上面的 那其中呢 在马六甲和霹雳的雷震雨啊 会集中在局部内陆地区 那午后呢 虽然全国各地天不作美 但并不是所有地区的雨势 都会持续到晚间 玻璃市吉打霹雳 其中坡布城和马六甲 晚上的天气呢 就好转了 沙发全天雨神笼罩 那至于在12月 则是有四个省份 古镜西连 三马拉汉和林梦 晚上天气晴朗 全国气温方面呢 最高的温度是摄氏33度 最低温25度 明显是一片天气 这里动了 在天气 天 drainage 三马朱 沙发全 avoided 二天冷